小麦和大家聊聊天 今天想说一件挺好笑的事情是什么呢? 梅艳芳说大佬最近又出帮来葡萄 就在梅艳芳的新神、新忌走出来 大家都知道他又自在出来处理一下 说给你听他还存在 我想拆这个存在的价值感 我想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我不知道大家,当然了 梅氏这一家人 当然很多人都会同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同情她的母亲 我觉得她的母亲 我之前不知道一、两年前我做了一集 她的儿子今天搞成这样 你梅老母,你敢说 其实最富贵就是你梅老母 这个陈美金,很多人喜欢美金 那位姐姐,陈美金 虽然现在过百岁 最近又被人生成破产 其实搞这么多事情 他们有没有想过在天之灵 那个女儿的感受呢 整天搞到那个女儿的桌子很臭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个情况是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个问题是为什么长期都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呢 那我们当然了 他一出来,你不报不行 因为现在没有什么新闻 你不报梅启明 那梅启明刚才说要娶了一条女儿 来自泰国的 那就是 等于这个女儿,这个女儿好像有子女的 那就跟她 那好像说这个女儿有些货的 那我不知道啊,这个好像梅启明 七十二三岁 都还可以结婚 你都知道,第一要佩服她 这个可百二世 那能够结婚 你都一定是觉得她有些了度 那这个女儿不知道贪她什么 不过我想可能她吹得很厉害的 就是她 因为她的一生人成就就是梅艳芳阿哥 那就是 就是 就是说 廣东话一句说 就是言语 就是这句说话 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烂船都有三斤 那你说你跟着梅艳芳 说你梅艳芳当然是 第一 就是 不会很穷啊 就是我们一定是有这个错觉 那这种错觉 对还是错呢 我不知道 真的 但是 她用这种方法 我想她找过很多食 找过很多食 就是 不止一次 就是 找食找到 开了汗 那当然我想她以前可能都还 用梅艳芳去躲出去 我想 不要说偷骗拐骗啦 一定找到吃 就是 就是吧 就好像梅艳芳的老母一样而已 你肯定很多歌迷 就是 我想 就算多不喜欢她的问题 我想 很多歌迷 不要说送钱 小礼物都送不少给梅老母 应该对不对 应该也不会少 因为 大家 因为梅艳芳是一个实实太厉害的人 前无古人后无 有没有来者 我不敢说 但是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梅艳芳 代表很多的嘛 香港女儿 就是 正义 就是她是很 挂在后背 啊 会收徒弟 不是个个肯定收徒弟 你看到 放诸四大天王也没有的 就是收徒弟也是一个责任来的嘛 你不要理会今天的徒弟一定不行 但是今天草马还在开演场会 就是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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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娱乐圈不是很多人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办法能够传承 那这个都是我要佩服他的 这件事是真心的 我真是直属无耻给他的 真是好东西 所以梅兴芳死了21年 2003年死了12月30日 那快到了21年了 即是未到现在20年而已 就还有两个月就是死记了 那当然那年的香港非常不好生 沙士 张国荣 梅兴芳 几个很大的打击 好了 那从2004年开始 剩下的梅氏这一家人 就好几次骂剧 还没出这些 接着他又跟你不对 接着他妈妈开头就很 梅启明又说梅启明从来没握钱 就是梅兴芳照顾哥哥也很应该 他有一些子女等等 现在又说侄子就困住 就是所谓软禁了个老母 就看不到梅启明 好像梅启明的弟弟还是哥哥死了 好了 那你就落字了一点 但他们有时候我就经常说 人生有时候真的不幸运 第一 是吧 就是有时候真的不幸运 遇到这些事情 真的有时候很无奈 对梅兴芳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帮助 对她的帮助 我不明白 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你会觉得 整天都觉得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为什么会 斩上保安法 因为我说过 她妈妈以前是一个很公利的女人 我想她年轻的人很厉害 厉害的意思就是很懂得用手段 对吧 所以梅兴芳没有读过书 可能你说她不喜欢读书 不要说 就算她天才凡人 都应该给书去读她 她是姐妹 对吧 反而你查不到梅启明 小时候有什么历史 是帮她妈妈找水的 你不要查到 有没有说 小时候她是 小时候送石油游戏 送火水 或者 丸里买魔术 割了个人头 没有魔术 没有这些事情 你看不到 当年他们的兄弟 她根本是一个重男兄弟的家族 所以她今天 我最佩服她妈妈就是 她觉得梅兴芳的钱 她一定要分一杯金 虽然是正路的 只是真实是应该分 但是 乐此不疲 今天又被人破产 我不知道 潘小文 这次又可以帮到什么 娱乐记者 因为潘小文 平时听她说的 很正义 这是真心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 梅妈妈什么 但是 你大力宁愿意 不停止 梅启明 梅启明 好笑就是梅启明 就突然间 每一次 就是 现在好像 旧人时的老婆 那件事都还没完 原来还没离婚 就是 接下来都会 下一场闹剧 是不是能够 当然她 她有可能性 成为何太第二 因为她可能比何太太更差 因为她的妹妹就是梅艳芳 那些人常常觉得她 令梅艳芳的名 朵受损 这件事我想她 她最想大的问题 最想离谱就是这件事 永远令梅艳芳的名 朵 臭了 这件事我想是她最想大的问题 当然 没有所谓 现在我们 可能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娱乐新闻 所以我们觉得很开心 好像有些人 就是我有些同事 看到那些傻人出来 好 你要耻笑 但是耻笑他有什么用 他不怕乐 这个世界上最怕的人不怕乐 你不肯怕乐 这个人永远都很害怕 就是你不肯怕乐 你不怕乐 就是面皮九尺的 你永远都觉得她没有问题 九尺 他觉得没有问题 接着她又问她老母 那些人最好事就问她 你明明说没有见过她老母 你问你老母 最近被人不申请破产 我知不知道她的人不知 她都很希望问她老母 量水 他今天突然间 我想她不务正义很多年了 你信不信她突然间 突然间 会奋法向上 你都不相信 三岁定八十 但是她都说 我经常说今天搞成这样 你阿梅老母 你都不能够 说不跟你的事 就算你跟她画清界线 她是仆街 没什么用 小时候你就教她到她年经学懒了 你小时候又没有教她 喂 不要靠妹 自己 憑自己能力 就是 你唱一下成龙那首歌 憑自我 顏看自拼出一身痴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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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你做戏才有 现实生活哪里有 所以你永远会觉得 哇 她出来就笑了 好了 现在她好像前妻 有没有叶未离婚 说未来就会做些 好像河马关注组那样的揭发她 我不知道会不会多人一起揭发 揭发她重婚 还是怎样呢 就是最后那个 她会受到什么惩罚呢 你觉得 真心一下 我不知道她可以受到什么惩罚 但是 最好笑的就是 我们依然好像很 就是我们香港人都是一个很 怎么说呢 是一个很 很友善的地方的人 永远都很在关心 就是她的哥哥 和梅老母 我觉得是很好笑 就是永远都很在关心 所以梅艷芬那部电影 就是那部电影 我之前也说过 里面 其实真的欺负了她哥哥 和她妈妈的表演 如果是 整部电影就更加人识 为什么梅艷芬会成为 那道路 是变成这样的性格 这么刚强 是吧 就因为肯定是小时候 学回来 是吧 就是想去的小时候 可能肯定有些儿童想的东西 是不行的 你去找水 不找水的老母不喜欢 可能会打 你要记住 家里就靠你两姐妹 对吧 所以有时候想起来 真的是不是上天是被梅艷芳 雖然说这句话 也可能被这些佣人骂我 那是不是其实 面对这样的家庭 真的特意给她做些解脱 那你两个校外父身家 拿钱 那一路都拿下去了 他们不会不示生产的 是不是这样呢 好像很有趣 有些明星突然走了 有些巨星 那家里 多数有些问题 真的 那些无论老母或者老爸 一定是一个 枯你骂擦的 搞得儿子很生气 或者搞得女儿很生气 不知道为什么 这真的是真历史 不是小米说大话 这些是娱乐记者跟我说的 以前那些娱乐记者 是不是 那就是不得一句话二 就是 总之我们希望那些娱乐记者 看到梅启明 就不要报那么多 有够了 等他报东章西亡 是不是 等他 就是等他落报 不用报 梅老母 那又说 潘小文会到时候 那些100报料 这件事去到怎么样 现在的问题怎么样 各方面怎么样 是不是 就是我希望大家 就是他两个 有一天 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就醒 想起你女儿 为香港这么有贡献 不要再抽你女儿的后腿 让你女儿在天之灵 望回头 不要令她担心 你女儿为香港做了很多事情 不需要 就是不要整天都搞到你的女儿 很懒惰 什么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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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在香港做了很多事情 不要真的令到毛懒惰 这么懒惰 毛懒惰真的做得很值得 我认为 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一样 只是那个徒弟全城 我要拍烂手掌 是不是 你扶啊 是不是 你没听到毛懒惰 你那些徒弟 能不能找到利益 没有啊 是吧 但是又肯扶你哪肯 你找几个天王巨星出来 是吧 所以 有时候 我想 夜难人静 无论梅老母也好 梅启明也好 想想 那个妹妹 或者那个女儿 或者那个妹妹那么厉害 不要再拖她后腿了 你结婚成 你就结了 不用召记者 不用访问她 那些记者都 这些人都没有利用价值 这些人 这些香港独楼访问做什么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好了 今集小米聊天到这里 接下来继续和小米聊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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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